大家好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温哥华金牌地产经纪陆博士 今天谈谈Metrotown人气爆棚的66层公寓楼花 叫Citizen by Answer 我们从客户普遍关心的几个方面探讨一下 这个明星楼牌 你好陆博士 我手头有点钱 准备买个楼花 麻烦讲讲这个楼盘的特点吧 你好Lucy 这个楼盘是我2023年重点推崇的楼盘之一 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特点之一就是楼盘本身的位置比较优越 占据了Metrotown最好的位置 位于加拿大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 Metrotown的Metro Place对面 马尔堡公园对面 Ponsor修宪中心和中央公园等娱乐和修宪设施 也在步行或者是七行范围之内 特点之二就是作为Metrotown地标性建筑 公开发售的住宅单位从32楼开始 健身会所也设置在32楼和33楼 这使得Citizen by Ansem拥有无以伦比的景观 作为大文庚华地区最高的建筑之一 Citizen大部分住户可以欣赏到北岸 绵延的群山壮丽的风景 以及大温各个城市的现代美景 Citizen 66层设置Sky Club 设有360度广阔视野的休闲区与空中酒吧 是大温地区首期一旨的 令人羡慕的绝佳观景平台 欣赏落日于晖美轮美奂 仰望星空璀璨 苍穷浩瀚 真是值得 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人们会在购买楼花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将来的用途 选购自己喜欢的 并适合自己的户型和楼层 如果以出租为目的 那就选择低层单位 并不会因为楼层很高 就给你很高的租金 如果是自己将来居住的目的 那就实力而且允许的情况下 就尽量高层吧 毕竟大温地区有景观的公寓单位 自己住着舒服和享受 将来也好卖 也能卖个好的价格 户型的选择 包括底层是townhouse 也就是要连排别墅 studio 一房的 一房加蛋的 两房的 两房加蛋的和三房的 价格呢 最低价格是587,900起 每个户型都含有locker 除studio外 每个单位都配有充电桩 studio没有 限时优惠 物业费呢 预计也是每瓶池 6毛4 陆博士 CC10楼内的配套便利设施都有哪些 六层的地下停车场 可容716辆汽车的停车位 和1300多辆自行车的存放空间 所有住宅单位都将配备 单独计量的通电电源插座 新民大将可以独立使用 一系列便利设施 这里面包括室内休息室 健身区 瑜伽室 客房套房和家庭活动室 外露台带有烧烤设施和用餐区 还包括壁炉 酒吧和休息室 以及儿童娱乐区等等 这些应该是对一般家庭来说 是足够了 谢谢 这些对我们来说足够了 想知道这个楼盘的开发商是哪家 会不会烂尾 Citizen by Ansem 是Ansem Property的一个项目 Ansem Property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大温地区相当的活跃 拥有强大的商业和住宅物业的开发背景 建筑设计由Chris Dekecos Architects设计 该公司是一家位于本南比的设计公司 在多单元和高层住宅设计方面享有盛誉 著名的Citizen Square项目就是出自该开发商之手 因此说这个Citizen项目的烂尾概率 可以说是非常低的 大家尽管放心 谢谢 明白了陆博士项目何时交房 早聊有优惠吗 转让费是多少 项目预计2028年底或者是2029年初交付 尽早购买限时优惠 优惠可以达到1万刀 并享受15%的 比较低的首付 项目的转让费是1200块钱 1200加币 这也是比较低的 太感谢了 好的 陆博士 我们准备请你帮我们挑选一套 谢谢你的答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